歌手贾斯丁·比伯对两名指控她性行为不端的女性 提起了2000万美元的诽谤诉讼 这位加拿大流行歌手向洛杉矶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此前她在本周早些时候在推特上表示 有关她在2014年性侵一名女性的指控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这名女子自称丹尼尔 但表示自己是匿名发帖的 她在推特上发帖称 2014年3月9日 她在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一家酒店遭到了歌手比伯的性侵犯 另外一名自称卡迪的女子在推特上表示 2015年5月 她在纽约的一家酒店房间里被比伯性侵 诉讼称 这两名女子的指控是令人发指的捏造的谎言 并要求陪审团审理 并赔偿2000万美元的损失 周五尚未能联系到这两位女士置评 比伯的代表也没有回应关于诉讼的评论要求 起诉书称 这两名女性试图利用娱乐界 好莱坞和美国企业界弥漫的恐惧气氛 在这种气氛下 任何人都可以毫无后果的对任何人提出任何主张 无论多么卑鄙 多么没有根据 多么虚假 自2017年MeToo运动成为一股文化力量以来 娱乐界 商界 体育界和政界有数百名男性被控性行为不端 现年26岁的比伯在13岁时被发现 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 诉讼中详细列出了酒店收据 电子邮件和新闻报道 证明比伯并没有住在2014年丹尼尔声称发生性侵犯的奥斯丁酒店 声明还表示卡迪的指控也是虚假的 他出于对名望和关注的渴望编造了指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